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号当天就累积18公分降雨量 打破历年来3月最高降水纪录 好与沉灾多条河川暴涨 大水吞噬每寸倒入土地 造成人员伤亡 快速流窜的洪水 验进民房还引发土石流 警报器响不停 民民众赶紧车到二楼 屋子一楼以下全成了泡水屋 你会幸运的是 如果你出现 看看水里的浴室 它不只是进入这间房间 它会流通过 它能够移动这间房间 移动它一辈子 情况严重到当地市长必须宣布 全市进入紧急状态 当地消防局已救出至少130名受困民众 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但面对近乎全毁的家园 该如何重建 将失调慢慢长路 三立新环城环报道